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方面 根据CDC美国疾病控中心数据显示 确诊病例增加1人为6人 一次病例92人 值得一提的是 第六位感染者是芝加哥先前确诊病例的配偶 这应该也是美国的第一例人传人病例 同时昨日 西藏确诊一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 至此 全国所有省份地区最后一片净土也被污染 所有地区全部发现感染者 鉴于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治疗防护措施 死亡人数也逐日上升 我们依旧需要保持百分百警惕 做好一切防护措施